大家好,这个长春藤它的生长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但是养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发现自己加盆栽的这个长春藤 它的生长速度真的是太慢了,其慢无比 为什么呢?其实有一个条件没有给它营造好 那么这个长春藤它的生长速度就会非常的慢了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长春藤它是一种藤本植物 也是一种攀原植物 如果像这样子,直接把它这样养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是很难快速的生长的 它需要找到攀原的东西才能够快速的进行生长 也就是我们要给它弄一根这个签子来给它爬 或者是给它搭一个花架,让它去爬 那么这一盆长春藤它才能够更好生长 生长速度就会更快了 如果你发现自家的这个长春藤它的生长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慢的有一些可怕的时候呢 就试着给它找一根竹签去让它爬 那么这一盆长春藤它的生长速度就会提升了 所以长春藤长不快一定要找找原因才知道它为什么长不快 因为它是生长非常快速的一种植物 那么除了给它找一个攀原的东西之外呢 适当的给它补肥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经常给它浇一些这种促进生长型的营养液 它里面的氮素含量比较高一些 而且呢还有一些磷甲元素 不至于说这个长春藤在生长之后呢出现一些别的毛病 每隔十天左右呢就把这个营养液做成一比一千左右的一个水溶液 往它花盆里面浇就可以了 能够让它吸收到充足的这些营养元素 那么它的生长速度呢就会更快了 其实啊长春藤也叫做爬珊瑚 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它是需要攀爬的一类植物 如果不给它弄一根竹签或者是一个花架 让它去爬的话 它的生长速度呢会被受益制的 好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